你有沒有發現你常用的Google Map Logo不一樣呢? Google從2005年開始繪製世界地圖 全球已累積超過10億人使用 這次環境15週年 除了更換以圖釘為設計概念的 Logo 之外 還新增了哪些功能呢? 跟著每天商業讓阿楓帶你一探究竟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阿楓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2月6日 Mia所撰寫 並刊登在Insight的Google地圖單車模式式上線 台灣城亞洲所推國 Google Map推圖至今已經15週年了 為了迎接這樣的大日子 大家應該發現原本的地圖圖示 已經換上Google風格的圖釘標示了吧 除了Logo更新之外 Google Map的產品管理部門副總裁 近期也在部落格分享即將推出的新功能 今天就讓阿楓帶你來看看 Google Map到底做了哪些更新呢? 首先為大家介紹首頁功能大翻新 在即將更新的版本中 大家將會發現首頁底下的功能 從原本的三大功能 變為探索、通勤、以儲存、貢獻、最新弄彈五大功能 我們就這次比較大的首頁功能翻新 為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第一個首頁功能 通勤功能 以前規劃路線 我們只能選擇開車、機車、大眾交通工具 或者是步行 隨著單車族越來越多 Google也在通勤功能中 新增了全新的單車模式 單車模式會為單車族優心規劃、單車專用檔 或適合單車族的路行 規劃出適合的路線 而且還會標示出推薦路線的坡度變化 除了能查看單車所屬的行車建議之外 使用者也能直接在應用程式中查看道路資訊 更精準掌握路線規劃 全新的單車模式 目前已經在全球27個地區推出 而台灣很榮幸的是亞洲第一個推行此服務的國家喔 第二個首頁功能 最新動態功能 全新最新動態分頁將提供熱門趨勢或動態消息 即當地專家和發布商推薦的必訪景點 讓你不必上搜尋引擎 插十大必訪地點 這麼麻煩 在這個功能首頁簽中 除了可以直接了解當地的旅遊新趨勢、熱門景點、儲存內容及分享建議外 因為我們還可以直接透過即時通訊 向商家諮詢相關資訊喔 不只首頁功能比以往更多元 Google也預告其他的功能也將陸續更新 像是針對大眾運輸的擁擠程度預測功能 這個功能去年推出後就備受好評 而這次也將陸續推出更多相關資訊 例如大眾運輸的溫度多少 是否有無障礙設施 是否有女性專有車廂 車內的安全措施 或者是車廂的數量等等更精確的信息 讓用戶對空間、時間以及資訊的掌握度更佳 還有實景功能 2019年Google推出實景功能協助看不太懂平面地圖的用戶 能更快找到對的路線 Google表示未來幾個月內會進一步擴大這個功能 在實景畫面中可以看到更詳盡豐富的AR輔助標示 例如把手舉起向一個位置 就會看出路標、距離多少、有沒有測速照相等等的功能 這個功能首先會在用戶常用的搜尋地點 開始建立再慢慢向周邊擴充 未來用戶就可以更直覺更迅速掌握目的地的方位與距離了 是不是很期待呢? 另外阿峰告訴一個小彩蛋 在使用汽車導航的時候 只要點擊右下角的白色轿車圖示 你的汽車就會變成生日車 這是Google15週年的期限限定圖示 大家趕緊去試試看吧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Google Map可說是越來越強大 從過去單純地地圖服務 到現在逐漸成為人們 了解商家交通資訊 甚至規劃一趟旅行很重要的運用程式 而對於擁有龐大商家用戶數據的Google 為了要發展出其他的新的功能也並非難事 至於未來會突出什麼樣形式的新功能呢? 讓我們持續關注跟期待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steady commercial每天商業 隨便攏交流一個商業 我們下次見 掰掰